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Hamsui 最近收到方方未讀Readers的同学问了以下的题目 他就说Coring Gas和Hydroxyl去react的时候 这条比例里Cl2和Cl2都是一些暗孔 正常这类题目会在MC里出 就会有一些数字给你们试 同学试得多的时候自然就没有深究这类题目 到底是怎么做的 当如果它变成了长题目的时候 好了,问老师说到一句话 本书说到不清不错 到底用什么方法去做呢 其实方法是有两个这么多的 第一种方法就是给一些未学Readers的同学 用应用数学的方法去处理 第二种方法就是讲求Oxidation number的应用 两种方法我都会讲 先讲第一种应用数学的方法 大家留意这条equation 你应该会发现Y和Z 会影响到Coring的数量 我们在reactant side那边 有的Coring数量 其实就是有2Y那么多粒 因为是有Y那么多粒的Cl2 没有其他地方有Coring的数量 然后等于因为reactant side的Coring 和product side的Coring 一定是一样的 简单讲一句 reactant side和product side里面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一定要一样的 product side那边我们有Z那么多粒的Coring 并且还有加多一粒的Coring 从这个CLO三辅 记住我们第一条equation 是based on number of Coring OK 而第二条equation又怎样呢 因为我们现在 one equation two alone 搞不定的 一定要做第二条equation出来的 第二条equation 可能你想的时候 会有些struggle 为什么 因为Y和Z 只影响了Coring的数量 不过你要加这条equation的时候 除了要加那些元素的数量之外 还要加些什么 还要加个Charge 留意一下左手边 Coring 没有影响到Charge OK 但是reactant side那边 我们会看到有六个Hydroxide 就是有六个负在这里 我们 based on 负的Charge 在这里reactant side就写了六字 然后product side那边 Z会影响到Charge 因为有Z那么多粒的Chorine 就是Ion在这里 所以就六等于Z 然后呢 记住这里有个Clo3负 有一个负在这里 再加一个1 然后呢 我们应该就能够拆解得到 Z就等于一个5的情况 我们再把Z是5 拾到这里的时候 5加1就是6 6除2 Y就是等于3 我们就很快就会找到 Y等于3 Z等于5 这个情况 不过这个方法 就是给一些数学很好的同学生用的 如果你数学不好的话 你没那么容易 这么快就设定了两条equation出来的 那你可能用oxidation number的方法 就会好一点 在讲第二个方法之前 如果大家觉得这段影片有用的话 就记得like这个视频 subscribe我的频道 还有就是按铃铃铃 你就不会被收到我任何的短片了 还有就是将它送给有需要的同学生看 如果大家是想跟我学一些详细课堂的话 就去这个网站里面 网站里面有更加多关于我的课堂 另外也可以在试堂资讯 找出自己适合的试堂方式 我们继续去这个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用到oxidation number method 跟着我的同学生都应该知道 oxidation number有很多的应用 看着这条equation的时候 有没有发觉和刚才那条有点不同 刚才那条还有一些数字 这一次 所有的chemical全部都是unown 这个情况其实就当然很少见 通常是学校老师想考下学生的时候才会出现 如果是mc的话 试到你头痛 更何况我就不觉得是mc里面会出现 肯定是长题目 但是只要你懂得 运用oxidation number 就搞得了 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 就是计算有哪个的species 有oxidation number的改变 在这条equation里面 不是cl 就是o 就是h o 通常都负2 h通常都负1 你查过之后会发觉其实没有变 唯一有变oxidation number的东西 就是corine corine 我们是元素的时候 当然oxidation number是0 然后这边 corine 当然就会在负1的成方 并且 在clo3负那里 如果你计算的话 应该会计到 cl的oxidation number 是正5的 好了 我们是要把有oxidation number 改变的species 抽出来的 Cl2 就会变成了 Cl负 另外还有就是 这个Cl2 也都会变成了 Clo3负 OK 我们就把这两条的 half equation 把他先 上面那条很简单 这里乘2 这里就是两粒 OK 其实这个方法的重点 就在于什么 就是你懂得用两条的 half equation combine 给出一条的full equation 反过来 当你有一条full的redox equation的时候 你一样是可以拆成两条的half equation 重新再把它擺位 combine 你就得到你的答案 好了 我们第二条 equation 首先有很多同学 都会错误地 马上去 把三个水落 去左手边 不对的 记住 H和O 是要你secure 其他的元素 去把好 才移动 现在我们reactant side有两个corine 那我们plus side那边 就一定要是乘2给他 bar了个corine数量 然后你会发觉右手边 是total有6个O要bar的 我们就要加6个水 在reactant side那边 OK 那接着 你会发觉我们左手边 有12个H 右手边就要跟12个H正 OK 好了到最后 你会发觉我们右手边 这边是有10个正charge 自然就要跟10个 Elatant side 不过 还没搞定 为什么 有没有留意到 上面这个equation 是alcline medium OK 怎会有H正 所以我们就要处理 右手边有12个H正 我们就加12个hydroxen 去neutralize OK 在右手边加了12的时候 左手边自然要跟12个hydroxen 是不是 OK 好了搞定了 你就会发觉 这里加一加就是12个水 你在reactant side有6个水 约减调色的时候就会变成了 12个hydroxen 再加Cl2 然后就变成 2个ClO3 再加6个水 再加10粒Elatron 你下色有10粒电子 上色有2粒电子 我们是不是可以将上色 乘5给它 让它大家都变成了10粒Elatron OK 好了可以的话 接下来就继续两条色 继续的时候 上色就会比较简单 5个Cl2 然后再加我们下面 12个hydroxen 还有一个Corel 加上它的时候 不是5个Cl2 是6个Cl2 好了 接下来 箭嘴 10个Corel OK 然后再加 2个ClO3 再加6个水 就已经完成了 不过 请你询一询 有没有发觉 其实在这条equation里面 我们是配化了 我们要将整条色 除2 除2变成了3个Cl2 再加6个 鞋 然后就变成了5个Cl2 再加1份Cl3 再加3个水 跟我们刚才用方法1的equation 一模一样 有什么优点 就是那句 就算unown再多也好 你都可以实实地做回答案 我们今次的sharing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